我們大會今年會辦在什麼時候 就八月 對 沒關係我們可以下一集節目的時候說 對到時候應該比較確定 應該是 你現在收聽的是PiCast 一個由PiCon台灣熱血志工組成的Podcast節目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將會邀請到PiCon的創始元老來講鼓 或是邀請志工講者來這邊跟我們分享學習 或是工作中使用Python的有趣故事 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拍起來 我覺得我們拍起來還蠻有默契的 對 大家好我是四貓 我是Benson 我們是本季PiCast的主持人 也是PiCon台灣的志工 但其實我不是Benson啦 好啦其實我也不是四貓 那大家 其實我們今天是在愚人節的時候錄這個音 雖然你們聽到的時候肯定已經過了很久 可能聽到的時候已經端午節了 希望不會啦 對對對 希望大家可以準時收聽 那也期待就是 後面的幾個講者跟我們一起來這邊 就是錄更多有趣的故事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趁機可以預告說 我們下一集講者就要跟我們分享PiCon台灣的誕生故事 那在這之前我們是不是要先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節目 好啊 嗯 但是為什麼 嗯 為什麼會有這個節目呢 這就要問 益成祖 益成祖當著也中槍 對對對 但應該就是 因為Podcast現在其實 大家都說今年就是聲音經濟嘛 嗯 嗯 就是不管是Podcast啊 或者是前陣子很夯的Clubhouse 就是 大家都在用就是聲音來跟大家交流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PiCon也是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嗯 我們希望就是說 因為今年是PiCon的第10周年嘛 嗯 所以有這個Podcast的特別節目企劃這樣子 對 然後也剛好說就是我們也想到蠻多可以邀請 呃之前的一些志工啊或者是講者來這邊跟我們聊聊 對啊 讓大家就是每年在參與這個Conference的人 可以聽到他們不一樣的聲音 嗯 對 對啊還有像是就是整個PiCon台灣就是誕生的過程之外 就是我們也有辦過就是PiCon APEC 就是亞太地區的整個PiCon就是 那時候也有在台灣辦 那怎麼樣促成這樣的事情啊或者是說 有沒有什麼更多的機會可以跟 國內外的一些PiCon的使用者或開發者就是交流 嗯嗯嗯 都都會在這節目裡面跟大家分享 嗯嗯嗯 欸那個那個四貓你呃 今年也是議程組 其實我今年是 是什麼組啊 招募組 我去年是招募組 我今年是招募組兼 呃行銷組下面的PR就是 哦 做小編 哦 哇那真的是身兼多職很厲害 沒有就是到處亂入 嗯嗯 我我其實去年才是我第一次參加PiCon 的當志工這樣子 然後我去年是在常務組 對 然後我覺得 常常務組每一個人真的都是很辛苦 啊當然所有的志工都很辛苦 那 常務組當天就是忙進忙出沒有時間去 呃進入那個session一起去聽講者 對 那其實這邊也shout out to那個 常務組的志工齁可以來聽我們的節目這樣子 對 其實好巧哦 我去年也是第一次 哦真的嗎 對啊 嗯 然後我記得 就是招募組其實在會前就大部分事情都已經結束了 因為等到大會當天其實 也不會招募什麼新的志工了 嗯 所以其實大會當天我們就是轉機動 所以也是在會場就是跟應該有跟蠻多場務的夥伴一起工作 嗯對 就是我們其實對於 嗯現在好像有點差題在聊那個志工在幹嘛 但沒關係我們可以稍微聊 但是後面我們可以專門做一集為大家 來介紹每一組的志工這樣子 對 對 然後就是我們當時常務組真的就是很繁忙 然後現場有閒置的人力我們就直接抓過來用 對 而且去年剛好就是在台南辦然後場地又很分散 對 就是像我們平時都在北部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就是特地跑去那邊敞勘 然後就會有一點混亂 但是我們當時也是收了蠻多 呃台南在地的學生啊 來當我們的志工 對也是蠻特別的經驗 但是今年我們拍康會在哪裡舉行呢 在台北 在台北 對 但是地點還不確定 可能會在台大 但是地點還不確定 嗯嗯嗯嗯 對 對 但是就是可以跟聽眾分享就是我們今年會搬在台北這樣子 沒錯 那大概什麼時候要開始報名啊 應該是六七月就會報名 欸 這麼說起來我們其實有個超鑿鳥的活動欸 居然有超鑿鳥的活動 沒錯 哇我都不知道有這種東西 我們超鑿鳥的活動就是還有搭配今年十周年就是我們會有個十周年紀念的超鑿鳥活動 哦 哇這個活動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這活動就是如果你過去這十年來你都來參加拍康的話就會有特殊的優惠 哇 哇塞天啊那我已經沒有機會了 哈哈哈哈哈哈 十年前我還不知道我在幹嘛 哈哈 對但沒有十周年沒有辦法參加到十周年票還是一樣有鑿鳥的其他的票種 嗯嗯嗯 持續鎖定我們的粉絲或者是推特 嗯 還有我們的Podcast節目 沒錯 對 我們也會呃有機會的話 哈哈哈哈 也會不定期的在這邊發放一些小資訊 對 那有興趣的聽眾朋友可以追蹤我們的節目 沒錯 嗯 這麼說起來順便宣傳一下其實拍康台灣在Clubhouse上面已經成立一個社團了 原來我們在Clubhouse上面有一個社團 沒錯 大家趕快追蹤起來就是呃應該會是比較閒聊的啦 嗯嗯嗯嗯嗯 那請問這個社團它嗯目前活躍程度是怎麼樣 我要的程度我們這個禮拜五會有一個分享但是其實聽眾朋友聽到的時候應該已經過了哈哈哈哈哈哈 對但聽眾朋友聽到這集的時候可能是上個月而是 對 沒錯 這時候就是聽眾跟聽眾朋友趕快去追蹤起來 嗯趕快去追蹤 嗯趕快去追蹤啊如果拿Android手機的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 對 對 因為我自己本人也是Android的愛好者這樣子 所以我這一波Clubhouse之亂我也是被排除在外 沒關係其實我的手機也是Android 真的嗎 那看來這些聽眾朋友應該都沒有辦法在Clubhouse上面聽到我們兩個的聲音 沒關係可以在Podcast上面聽到我們 沒錯沒錯沒錯 那其實今天這一集主要就是要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我們 呃 PiCast這個節目主要會做哪些事情啦 然後跟大家聊聊分享一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節目這樣子 那也預期後面應該會有更多呃 豐富一點的內容來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我們現在有一些已經在規劃中的主題 然後後面也有就是呃想要讓聽眾許願就是大家想要聽什麼就是由你來決定 沒錯就是如果大家有呃很有興趣的跟Python相關的主題 或者是呃想要聽一些呃Python的大神們 可能私底下他們或是在職場上他們怎麼使用這些技術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的話 都可以呃集思廣益 然後把這樣的資訊再留言給我們呃我們應該會有一個留言版吧 聽說就是只有Apple的Podcast可以留言沒錯 沒錯Android再度被排擠 又被排擠真的是 那沒關係我們的粉專永遠為大家開放 沒錯我們會盡力想辦法讓大家有辦法把資訊丟給我們 對沒錯 那除了就是剛才Benson講到的那些主題之外就是我們還有一些不太一樣的題目 例如說就是呃大家的side project會做些什麼 就是除了平常開發之外有沒有什麼有趣的side project 嗯或者是說呃Python的使用者在什麼地方工作 然後或者是說呃有沒有什麼遠端工作的機會 對這些主題我們應該都會陸續帶到 沒錯 要不要預告一下我們下一次節目 欸 好啊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應該會在呃四月四月初的時候放出去對不對 嗯 然後下一期節目就是由呃我們會邀請到PyCon的元老級人物 對我們會邀請到就是崔一聲PyCon台灣的元老YYC來跟我們分享就是到底為什麼就是他那時候想要在台灣就是弄一個PyCon台灣 嗯 然後這整個過程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也算是呼應今年PyCon十週年嗯這個話題 嗯嗯嗯 那這一集對我們就是這一集節目預期應該會在四月底的時候來呃放到各個Podcast平台上面讓大家去收聽 那大家有興趣的就follow一下 嗯然後如果對我們節目有任何feedback也歡迎大家告訴我們 好那感覺今天這一集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那我們今天這集就說在這裡囉 好喔掰掰 掰掰 欸是貓你知道想要報名當PyCon講者有什麼管道嗎 簡單啊 只要你參與過使用Python開發的有趣專案 整理好你的稿件內容 就已經會成為今年PyCon台灣的講者喔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投稿啊 喂喂喂 拍抗台灣上個月就已經開放投稿了你不知道嗎 四月底就要截止錯過就要等到2020年 還不趕快去 欸 2022年啊 哇那我要趕快去報名 要成為時空旅人 沒錯 你是Python高手嗎 首到頭稿來跟大家分享你的作品吧 我們接受包含議程與課程兩種形式 只要主題與Python相關 不管是Fintech 機器學習 IoT 硬體等領域的商用專案或者是案例研究都歡迎 更多詳細資訊可以followPyCon台灣粉專 推特還有PyCon官網 當然還有這個Podcast節目 才不會錯過第一首消息 趕快訂閱起來 在這個系統ẫn 掉電話 借請 可不 niin 好 focused 請 剛好